其实粉丝出心事不反对,圈牙恋爱但是造成大规模脱粉的主要原因,是欺骗粉丝和对粉丝的忽视,明明说自己单身事业为主,明明说歌曲都是送给粉丝,可怜粉丝因为你就与各种诋毁的人私逼,努力把你护在后面,结果跟回头你一刀捅上来,你谈恋爱可以啊。 毕竟出道十年了,姐弟脸当然也无味啊,姐姐要顾力点吗?但是底线是你不要骗我,不要骗我们这群掏心掏肺,爆干刷把控屏的粉丝,粉丝希望可以找一个旗鼓相当或者人品不错的男生,结果找的小男友,嗯,明明前天还在上升级,下次回归就可以出笔,队友们都在憧憬规划着,你一个恋爱,好, 其他队友都有努力全部白费,不要说什么,爱情是伟大的,为了保护女朋友的名声,不要背黑锅,就活该让自己的队友好几年的努力欣赏白费。 你不是一个人,你身后站着一个团,这种自私自利,不知天高地厚练习生时期就敢和前辈谈恋爱的自大狂,你让粉丝去接受他,笑话,从十三年开始关注血雅的。 外上她是因为她的个人真人秀,是两个free mouth,之前对她的印象,就是舞台上塑造的那种印象,性感,霸气,还有就是神菜太好了,腿太细太直了吧,觉得私下应该也会是个很高冷的人吧,但是当看她的个人综艺,完全就是两个人,说话声音落落,的就是一个爱杂娇的小女生啊, 并且从真人秀也看出来,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好,没有架子。 你说这样的一个女人谁不喜欢,这样的反差吗,也真的挺令我吃惊的,但是看多了她的一些舞台后的拍摄花絮,这些感觉她太爱撒娇了,并且感觉有点做那种,声音过于甜蜜,有些受不了,但是她是我喜欢的明星吗? 所以这些都被我的粉丝滤镜过滤,那小贩对Triple H最开始我很关注,365的时候开MV觉得尺度挺大的,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伊达,并且之前,Beastly我也对张先生不是很喜欢,他们两个的气质真的太像了,我觉得过于腿在感觉不是很man的,而现在,每个人眼睛都在看着,谁会出手谦逊啊, 这无疑于给自己打了一次非常好的广告,再者,有的精神在不怕煤茶烧,就算这两年薛亚的产出不行,那以她去带一下心团,还是可以的吧,对薛亚来说,则要看公司能给她开什么样的条件,好资源肯定是没有的了,这个想都不用想,毕竟小公司能力有限,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,不知薛亚能不能明白,在一家公司只当员工,哪怕这家公司曾经靠你养着的,但她日工自飞黄腾达之后,难免落得吐死狗疼的下场,不如趁这个机会,谈个好点的条件,手里有点股份,那以后就是自家生意了,要倒也不至于这般被动。 请不吝点赞